你一定想不到,就像小朋友玩橡皮泥一样 简单的拉几下,转一转,就能做出柔软劲道又好吃的肉饼 今天老妈就分享一个特别详细的和面和调馅方法 就算你是面试新手,按照视频里的步骤来做,一次就可以成功 首先是和面,400克面粉搭配240毫升的温水,像这样分次来夹 搅成絮状,再加入约5克食用油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稍微偏软的面团 刚开始能看到表面非常粗糙,没关系 盖上一个纱布,让它先休息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 再给它简单揉几下,表面就会变得非常光滑 直接把它搓成一个长条,切成大小均匀的面积 400克面粉一共分了16克面积 把每个面积像这样从外往里折几下 然后把它翻过来,滚几下,滚成一个圆球 全部处理好以后,准备一个大小合适的托盘 先在底部刷一层食用油 把处理好的圆球整齐的摆进来 用刷子在表面也抹刷一层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放一边饧面40分钟 这个饧面的时间一定要到位 这样做出来的肉饼才会柔软又劲到 接下来准备馅料的部分 这些是提前剁好的肉馅 放上葱花和姜末,胡椒粉,取芯还能增香 一小勺五香粉,适量点调味 一点料酒,两勺生抽提鲜 一勺食用油,可以增加馅料的滑嫩感 顺一个方向都搅拌一会儿 让馅料充分吸收一下调味品 然后放一边备用 现在咱们的面积也已经饧好了 取一个拿到手里,先压成一个圆饼 中间填上适量的肉馅 再用另一张圆饼盖在上面 用手指把边缘开口的地方全部捏起来 最后像这样轻轻地把饼子往两次拉伸 先横着拉,再竖过来拉 这样一个圆饼的形状就有了 这应该比做馅饼要简单多了吧 垫面称或者平底锅刷一层食用油 不要开火 把做好的饼子直接摆进来 先用手指把边缘给整理一下 整理好以后开中火 用刷子在表面抹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把饼子烙至中间开始出现气泡的时候 开始翻面 用平底锅烙饼单面加热稍微慢一些 中间需要反复翻面两次 直到把饼子烙至两面都是金黄色 而且中间能看到明显鼓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咱们的肉饼就做好了 从视频里就能看出来 这个饼子非常柔软 而且口感也特别劲道 怎么折也不容易开裂 色色金黄 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里面包裹着口感鲜嫩的肉馅 比你以前做的普通肉饼要简单多了吧 喜欢的话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